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在编织自己的梦想 学婆人就是懂得把握自己的命运 要找到自己适合的位置 在汉文帝的时候 有一个成平是左丞相 他有一次汉文帝皇帝问他 丞相全国每年收粮食是多少啊 这个丞相说 启禀皇上这要问智利内食 汉文帝又问 全国每年有案件多少啊 成平回答说 这要问廷位 汉文帝见状就问 那你管什么 成平说啊 丞相拐管那个百官 成平明确的智政有体 百官各司其职 智利才会有条不紊 所以孔老夫子 中国传统文化讲 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 这不仅可以成全自己的工业 更造就了汉朝当时的生平气氛 一个人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你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 把自己看成一个没用的人 可能你以后真的会一辈子没用 你把自己看成一个坏人 你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坏人 你把自己变成一个不管别人 只管自己的人 你可能很快就会成为一个 没人喜欢的自私的人 把自己定位成菩萨 帮助别人 舍己救人 慈悲惜舍 你一定会成为人间的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